你對威士忌的理解是什麼? 是大人的飲料?是宛樂的祝信品? 還是陪伴男人們一同成長的夥伴? 在頂級威士忌的世界裡,皇家禮炮一向是令人難以忽視的存在 久底沉穩、內斂,卻又時常充滿著驚喜 每每問世總能引起市場及坦貝克的瘋狂追捧 而在全球威士忌的銷售裡,台灣不僅只消費排行前20名的國家 其中單一純賣威士忌的消費排行跟著全球第二名 GQ受品牌邀請,飛了一趟英國,深度體驗了這一瓶傳奇威士忌的精彩故事 你或許再也無法在地球上任何一處找到像石翠艾拉酒廠那麼的迷人且充滿性格的釀酒工廠 鑑於四配賽區以豪水為名的Caston 雖然西元1876年和1879年兩場火災成中創酒廠 好在從前工作很快完成 值得一提的是,酒廠裡有一個專屬於皇家禮炮的秘密酒窖 裡面放了許多稀有老酒 甚至包括英國王室首席繼承威廉王子出生年份的特殊桶裝酒 玩威士忌最有趣的地方,就在於它在舊的東西上面不斷破壞,在突破 而這也是此次藝術正常系列第一號作品 皇家禮炮53年最讓人感到不可思議之處 Cat是用鳥羽毛做雕塑品的知名藝術家 它結合同製的蒸餘器的天鵝井與蘇格蘭秋天常見的地質 在皇家禮炮53年評審上不同於一般的轉貼 而是直接不可忌的將酒瓶變成一件藝術創作 尤其當你用手指觸摸的時候呢 其感官跟視覺上的刺激絕對超乎你的語氣 跨界的結合在時尚圈老早不是新東西 但能像皇家禮炮這樣透過首席調酒的Sandy 跟雕塑藝術家Cat腦洞大開的創意碰撞 市場上做到的石屬鳳毛麟角 想換個角度重新認識威士忌嗎? 皇家禮炮將會是你一個全新的選擇